据纽约时报4号的报道称 根据最新的联合民调显示 截至目前还未决定投票的摇摆选民 约占总人口的18% 不过一旦他们决定投票方向 选举结果可能因此决定 报道指出民主党人若要胜选 年轻选民少数族裔选票 这两大族群的支持不可或缺 然而哈里斯虽然在年轻选民 以及亚裔 黑人 西语 以及美国原住民之间的支持度有所上升 但他们当中仍有许多人尚未有投票的意向 纽约时报的民调显示整体来看 仍在观望的这18%选民 比已经决定投票方向的选民中 更少白人且更年轻 本期显示绝大多数的摇摆选民 并不是对于现实感到不满的自由派 一般来说 摇摆选民较有可能自认属于保守派 同时他们最为关注的议题 是与荷包息息相关的经济问题 而这些或都有利于特朗普 另据新闻周刊援引 宾州州立大学政治学者的说法称 哈里斯若要确保在宾夕法尼亚州获胜 就要避免犯下希拉里·克林顿早前的相同错误 希拉里在2016年选举时在宾州输给了特朗普 学者表示 非神匹兹堡虽是宾州规模最大的都会区 却只占全州人口的大约半数 希拉里当时大多只在这两大都会区造势 忽略了其他宾州地区 包括了一些小型城市 新闻周刊称 哈里斯到目前为止只造访过匹兹堡 但特朗普拜访了包括约克 巴特勒等多个地区 方黄卫视杨品军 姚依伟 罗湘晋报道